港鐵看城站將於今月26日啟用 為了配合新駕行車線 港鐵會於20日星期一開始 試行新駕行車安排 在早上7時半至9時半繁忙時間內 會以四班車一組 頭三班由保林開去北角 最後一班就會由將軍澳開到去北角 而由北角開出駕列車 同樣是三班往保林 一班就只是去到將軍澳 到看城站啟用後 只是去到將軍澳的列車 就會以康城站為終點站